自明天團5月天供應演唱會11月2號將在花蓮玉里鎮永昌分校舉行 三號則接續轉往花蓮市東大門廣場二度登場 這場活動目的在振興花蓮經濟 特別是鎮後的觀光產業 期待藉此提升花蓮的觀光活力 對於大型企業的話一定是有幫助 可是對於那種小型微型小商家那種私人企業的話 就比較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我覺得要多宣傳吧 就是幫忙做宣傳才會達到大小的一切都可以有獲利 5月天表示自2012年開始舉辦公益演唱會 希望能藉此為當地觀光產業帶來商機 這場活動相信音樂公司已花費上千萬元 採購花蓮當地的伴手禮 並將這些伴手禮贈送給弱勢團體 單一最大的一個訂單 其實讓我們非常驚喜感動 因為其實地震以來 地震都已經結束了 但是我們的經濟海嘯越來越嚴重 因為國人對 花蓮的觀光旅遊都沒有信心 我們都期待有非常有 具有高知名度影響力的不管是 政府的官員民意代表或者是藝人網紅 好好的來花蓮旅遊為花蓮行銷 告訴全世界的人說 花蓮依然美好 一路向東演唱會的消息已經發出 並引發旅遊民宿及交通業者的積極回應 紛紛推出專屬的旅遊方案 以促進正後的觀光復蘇 演唱會將採免費入場 期盼前來參與的觀眾 能將原本購買門票的費用 用於當地的食衣住行等消費 以實際行動支持回饋花蓮 原世界樓歐 花蓮市採訪報導 無論如何